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說一下MIRROR副隊長AK江葉勝和 AK在10月16日是他的32歲生日 早前已經在他的過唱Anson Kong's The Game of Life In My Side Solo Concert 早前就唱了他的首演唱會主力曲《Game of Life》 亦是他生日那天晚上10時16分在MIRROR的YouTube Channel 將他這首新歌的MV上架別具意義 作為送給生粉的生日禮物 在製作頒底方面有作曲的葉樹暉 填詞有Oscar Rapti就是細裝 Pinco也是葉樹暉 監製就是陳浩 在MV裡面進入遊戲世界 看到老闆拿著仿真槍 盈爆向著關卡重重進發 以配合借遊戲比喻演藝旅程的主題 AK介紹說 我入行之後好像進入了一個新的遊戲世界 這五、六年裡經歷很多不同的難關 有些比較順利、有些比較難 有些可能是需要同伴組隊 你才可以一起跨過的一些關口 有些就要獨自面對 今次就用了打機的心情套進了首歌裡 AK在暑假 籌疲演唱會的時候 就說已經很想做一首以Game of Life 做主題的歌曲 於是就跟監製 而姜卓文Web的部分短一點 那時候不夠時間準備Full Version 也沒有邀請他上台 今次正式版加長了細John的部分 因為難得距離Factoring 也給他多些AIRTIME一起玩 希望下次拉返可以跟他在台上 一起演奏這首歌就最好了 另外AK向來也喜歡動物和關注動物權益 一群生粉也在日前去到貓社做義工 作為送給偶像有意義的生日禮物 看到AK也在IG的限時動態轉發照片 作為生粉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送給偶像做生日禮物 這個也可以做善事 也可以貢獻社會 我覺得這個行為非常非常之好 說回這首歌 Game of Life是一首很有畫面的作品 所以MV方面都順理成章 以遊戲世界呈現 AK戴上了VR之後 進入了遊戲世界 和細John、隊友們進行連場的槍戰 AK表示MV裡面會有很多槍械 很多平時很少接觸到的事物 例如開槍對峙 也有一些叫做天微 和我一起衝鋒陣的場面 這個concept其實是頗好玩的 這次算是非常之淺嘗一下WARGAME 因為每支槍都只進入了器 沒有實彈、BB彈 只能感受到開槍那一刻的小小重量 以及因為場地的所限 只能偷偽扮一些比較大的空間進行 希望下次可以在一個露天的WARGAME場地 多些人一起真實實彈槍擊 說到槍械 AK也特別興奮 他就說了 玩槍是挺開心的 滿足了一點點的夢想 未去到說真的拍真實的槍戰 但是換一下子彈 扮一下有型都挺開心 不過開頭拍第一個鏡頭 就要拿一支左輪入子彈 很有型地對著鏡頭 但想不到仿真槍是這麼重 單手拿是會搖搖搖 起初花姐看到還說我這麼差 拿著槍都沒有力 我就讓他試一下 他就發現原來智障真的這麼重 另外在造型上 AK這次三套服飾都很有看頭 其中半衣服、半皮褲的造型 打造出現實世界順帆族 和遊戲世界兩個角色的感覺 AK就介紹 就說套衣是分開兩邊 西裝是人 紅色皮褲就是打機的角色 好像機械人有些線路在身上 眼的highlight也是強調機械人的角色 另外也有指甲 之前在演唱會做過 結果做上癮 但這次有點不同 只是貼上去 至於另外兩個造型 就毫不論是這麼大租身材 AK就說 香港這麼熱、這麼潮濕 當然要在服飾上給自己涼快一下 我又沒有什麼可以露 窮得只剩下六顆東西 就是腹肌 在那六顆裡面 選兩顆好像很健康就露出來 不過演唱會當時比較健康 現在肥一點 出來的感覺都會健康一點 肌肉上沒有演唱會當時那麼厲害 但還有三斤釘在那裡 有些看頭的 說回首歌 聽起來的感覺 無論是在煙草或者音樂壁 甚至是在中間的間場 大家都聽到好像有一些動畫 或者是一些打機的音樂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所以其實很快就可以投入到 真是好像進入了這個遊戲的世界 就好像等於文案所寫 歡迎光臨AK主題樂園 樂園裡面的遊客請注意 過山車在左邊 可道船在右邊 大家想玩就玩 最重要是自由自在 認識到朋友的 對玩就一起玩 不對也不要緊 因為大家都各有各自的步伐和選擇 請放下你的心頭大石 視為參觀 樂園的重頭戲 Game of Light 即將啟動 想一起玩的 就去排隊 Let's go 所以其實也很有打機的感覺 你問我 我自己聽完這首歌 就覺得 感覺上 和他上一次在演唱會唱的感覺 的確是有不同 另外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的 都聽得出 其實老闆在這首歌裡面 聽到他在錄音的時候 的咬字 或者感情的演繹 比之前又進步了 即是你聽到他之前在演唱會的感覺 和現在又有不同 今次這個在Studio的錄音版本 聽得出他在唱功上面 的確是 尤其是特別在咬字方面 我就覺得是進步了很多 這首歌配合阿K的生日 變成了 無論他自己也好 或者是送給生粉 一份非常好的生日禮物 我特別喜歡那兩句歌詞 就是 我快樂 懶你你怎麼看 我有我 蕩蕩蕩 天光到處闖 即是說得很對 即是人生裡面就好像遊戲世界一樣 最緊要開心 即是懶你外界怎麼看 所以這一種態度 我就非常之欣賞 另外 在一個無論是曲風 以及造型 即是 再加上 手這麼有節奏感的歌 我就覺得這類型的歌曲 就很適合阿K唱 即是他Carry到那種節奏感之餘 令到大家都聽得很開心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首歌 即是不知道聽到 我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阿老闆阿K的新歌 有什麼感覺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